春天是很適合出外露油 在新北市里淡水孤节普普罐 为三位分开市 推出乐游适宜趴趴走的家庭 邀请老林朋友来有淡水吃米饰 好吃和好适的家庭 现在就要开始报名 淡水上是国内外有客战争的观光景点 无关是老人的老花 美的河边 那些是全晚的你们风景的孤节 都非常受欢迎 所以新北市里淡水孤节普普罐 要为三位八号开市每星期 为老年朋友整个一日努力的花店 那我们主要安排的话 就是上午的时间的话 我们会集中在淡水地区 算是距离节约站比较近的 一些上弄的参访 那当然其中有包括很多 淡水很重要的一些古迹 或是庙宇 那我们下午的行程的话 就会比较多元化一点 我们有四个不同的路线的话 分别会到就是进新市镇附近的城市古厕 来做那个美食的一些DIY的体验 那另外一个路线的话 我们会到石墙子内的那个淡水地区 比较郊区的地方的话 来那个休闲农场这边来学做 就是手工造的DIY的部分 那我相信这个深度之旅的话 就是老人家对一般的 我们很欢迎就是老人家 就是西半的话 还有跟你的小朋友的话 跟你的孩子的话 一起来参加 那这个路线的话 是非常适合就是老人家 研发组这边来慢慢的欣赏 就是淡水这个地方的那个 比较深度的一些 那些那个探索的一些旅程 这次外团的办理三个月 到五个月的队位置 这次是60会以上的民众 都会有报名的邮会 欢迎亲民朋友跟中卫 搭订来报名参加 记者创建团的DIY会 跟水餐方报道